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近日表示,将继续去年开始的数十亿美元的成本削减计划。计划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两个园区裁减311名员工。 英特尔在11月,就已向加利福尼亚州就业发展部发送的两份通知中披露了该计划。 一份通知涉及其圣克拉拉总部的约76名员工,另一份通知涉及福尔瑟姆的约235名员工,裁员于2023年年底开始生效。 自前,英特尔宣布了到2025年,通过裁员,减少工作时间和可能出售部门的方式削减成本100亿美元的目标。 根据1月份的监管文件,截至2022年底,英特尔拥有131900名员工。 英特尔执行厂基辛格在10月份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该公司的盈利受到个人电脑市场放缓的影响,第三季度,营收同比从194亿美元下降至接近154亿美元。 英特尔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英特尔正在努力加快其战略,同时通过多项举措降低成本,包括在整个公司范围内裁减一些特定业务和职能部门的员工。 该代表表示,这些都是艰难的决定。 英特尔在加州拥有超过13000名员工,并将继续投资于他们业务的核心领域,包括他们位于美国的制造业务,以确保他们为长期增长做好准备。 当然,英特尔节约出来的钱也没闲着。 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ASML12月底表示,已向英特尔交付首批新型高数值孔径及此外光HiNAUE系统。 ASML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了这台机器的一部分,从荷兰维尔德霍芬总部出发的照片。 照片中,机器的一部分被装在一个保护盒里,周围系着一条红丝带。 ASML表示,他们很兴奋,也很自豪能将他们的第一个HiNAUE系统交付给英特尔。 媒体报道称,这套最尖端晶片制造设备,目的地是英特尔位于美国奥勒冈州的工厂。 自2017年,ASML的第一台量产的EUV曝光机正式推出以来,三星的7奈米、5奈米、3奈米工艺, 台积电的第二代7奈米、5奈米、3奈米工艺的量产,都是依赖于0.33数值孔径NA的EUV曝光机来进行生产。 该类型曝光机的解析度可以达到8奈米。 目前,随着三星、台积电、英特尔3奈米制程的相继量产,目前这三大先进制程制造厂商都在积极投资2奈米制程及更先进的i奈米级制程的研发, 以满足未来高效能运算等先进晶片需求,并在晶圆代工市场的竞争当中取得优势。 而2奈米及以下的尖端工艺的实现,则可能需要依赖于ASMLC一代的0.55数值孔径、 High-NAUE曝光机EXC5000系列。 相对于0.33NA的EUV曝光机来说, 配备0.55NA透镜的High-NAUE曝光机的解析度可以达到更高的8奈米解析度。 同时,设备的体积也更大。 各类组件装在250个单独的板条箱中运输, 其中包括13个大型集装箱。 组装后的High-NAUE曝光机将比卡车还要大, 成本也更是高达3亿至4亿美元。 预计将从2026年或2027年开始用于商用晶片制造。 英特尔于2022年订购了第一台High-NA试验机。 据了解,ASML这套先进设备的主要基建, 已经运抵英特尔奥勒冈州第一X厂。 分析指出,High-NAUE制程技术对ASML与英特尔都非常重要。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已承诺, 要最先拿到这款机器, 展现英特尔重新投入制造技术第一线的雄心。 其他已订购这款机器的晶片制造商, 包括台积电、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 因此,外界关注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取得先进制程设备的进度。 台积电先前在2022年技术论坛上已预告, 2024年将取得High-NAEUV设备, 现在也维持原先说法。 业界认为, 大厂取得相关下世代EUV设备的进度皆差不多, 重点在后续实际导入量产的成效。 先前台积电2022年技术论坛上, 台积电业务开发及海外营运办公室资深副总经理张小强指出, 台积电2024年会引进, 还不准备运用新的高数值孔径EUV工具来生产, 主要目的是跟伙伴进行研究。 台积电研究发展资深副总经理米玉杰, 也在2022年台积电技术论坛表示, 2024年将取得ASML最先进微影工具的新一代版本。 随着半导体制造商巩固其3nm制程, 并加紧向2nm制程的竞争, 台积电和英特尔最近就哪家公司将在未来几年内拥有更优越的节点,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台积电对自己目前的发展道路充满信心, 但英特尔的目标是抢先进入2nm工艺, 重新确立在半导体行业的主导地位。 根据规划, 英特尔将在2024年上半年量产Intel 20A制程, 下半年将量产更先进的Intel 18A制程。 台积电, 三星都将在2025年量产2nm制程。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此前声称, 尽管英特尔即将推出的18A工艺节点, 自认为是1.8nm, 比台积电的2nm晶片早一年推出, 但其效能可能超过台积电的2nm晶片。 这一言论与台湾竞争对手最近的说法相矛盾。 他不确定一个节点是否会明显优于另一个节点, 但他对公司的发布窗口持乐观态度。 作为市场领导者, 台积电为苹果公司的iPhone 15和M3 Mac出力器 提供3nm晶片。 该公司声称, 即将推出的优化3nm节点N3P将达到与英特尔18A相当的功耗效能。 这家台湾巨头预计将在2024年下半年实现N3P的量产, 大约与英特尔20A和18A同时出现。 此外,台积电相信, 其计划于2025年推出的2nmN2节点将超越N3P和18A。 根据该公司首创的3nm工艺模式, 苹果公司可能会优先获得N2节点, 并将其用于iPhone 17 Pro。 基辛格对20A和18A充满信心, 主要是因为他们采用了Ribbon FET架构, 该公司采用了全闸及GAA电晶体和背面功率传输技术。 这些技术对于制造2nm晶片的公司来说至关重要, 可以在降低功率泄露的同时实现更高的逻辑密度和时钟速度。 与此同时,台积电的N3P和其他即将推出的300米, 节点将继续使用成熟的Fin FET架构, 直到英特尔一年后的N2节点转向GAA。 英特尔此前曾表示, 手套Hi-NAUV曝光机将用于学习如何生产Intel 18A先进制程, 有望使英特尔领先对手台积电和三星。 因Hi-NAUV曝光机与标准EUV曝光机差异不小, 需大量修正基础设施,提升使用经验, 故领先对手几机部署对英特尔是很大优势。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